因为我发现有很多黄灯把磁砖砸了 然后找不到黄水的漏水点 你看这一步 全部砸了 这砸一块 那砸一块 就是找不到漏水 这一步刚开始砸了 不是我砸的 是一个水电工砸了 他看他漏水直接把它砸了 然后黄水是我做的 然后反正说他漏水点没有找到 所以说我就把它判断了一下 它呢 首先是室外的 看见没涂料全部都掉了 首先这漏水是平漏 不是朝下漏的 说明他是过门时换水 上来 然后我们再看这边 厨房也是一样的 全是过门时换水出来 把涂料带掉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做的防水 我把它这个梗全部做上来了 做的直接做上过门时 即使他过了几年 卫生间的池子饱和了 水也不会漫出来 它饱和了 只会 嗯 水不会往下信的 这边呢 我是缓围的 他以前柱子是用木板包的 你看砸的全部一无是处 所以说 卫生间漏水不要盲目的砸 有的时候 如果是外面涂料掉了 就说明水从过门时跑出去了 如果是朝下漏的话 漏哪里砸哪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谢谢